毒雲 裂里的声音 诶 那边是不是有道光 走 我们过去看看 为什么 这是怎么了 诶 涂躺 涂躺 这是 语湾浮夕 罗侯 罗侯 在结界顶匆忙离开时追到这儿来了没 怕是他发现了什么 之前在结界顶 他还提了一句原初的风识呢 咩 但丧魂也废墟里原初风识凝聚起来就又消失了 罗侯没去丧魂也 他怎么知道原初风识 既是风识风识了 那废墟枢纽出现的所谓原初风识是女娲图腾 估计也没真消散 结界顶的伏羲图腾也没真飞走 这俩合二为一 我们前头的才是原初风识 说的有道理 阿灵 你看罗侯就在前头山崖上呢 要么 你去问问看 诶 怎么不一起去 唉 他瞧不上我呢 你之前又不是没瞧见 他对我可凶了 要是瞧见我不高兴 懒得说话 那可不是耽误事了 有道理 一和鱼姐姐在这儿等你啊 快去快去 而且罗侯不是之前还硬了你说有东西给你吗 快去要账喽 说的跟真的似的 倒霉的总是我 罗侯神 你再看的这是 西黄与蛙黄的影像 影像中双掌所托处本该是焦和的日月 那是原初的风识 不过有人先到了一步 原初的风识已被取走 诶 你的声音 你是兵离前辈 你就是御池良吗 带着十轮烙印的人 这 算是吧 罗侯不是要找屈翘吗 从结界顶追了过来 难道这原初风识与他屈翘所在之处关联 据我所知 应当无关 他本无打算寻此物 如今这发现 想来是个意外 有无用途 我不知 该是有用 原初风识据说记录了自创世之初的规律 黎幽 你怎么在这儿 我当然得来 妇神不是允刺你一幕吗 嘿 还真是 但这会儿不是兵离前辈苏醒了吗 你来转交东西的 嗯 东西给你 这是什么 千魂黄海中发现的 妇神说 这或是污的血 既然你母亲是大污瑶姬 那这不宁不朽的血珠 或许是你母亲的 呃 谢谢 你怎么知道我母亲是 哦 差点忘了 你和鸾之前一起去的幽都 估计是从她那儿听说的 是又如何 我去那儿是为想知晓幽都九如塔 为何与幽先生结盟罢了 不过可惜了 终究还是没能进得去 行了 东西记忆给了你 那我便走了 黎幽姑娘 刚见面必要走吗 但我可还有事想说与你听呢 难得见上一面就就要走吗 嗯 莫不是 我之前突然察觉到的奇怪情绪 是鱼西的 是因为它复生时抽取了我体内的幽银 别走啊 悠悠 这 但我要去那头的环神山看看 这山此前并未出现 怕是原初风石被取走之后才冒出来的 啊 那姨姨也要去 一起走了 也好 那冰黎前辈呢 不去了 我只在这儿再等一会儿 他进了环神山内 我就在这儿再眺望一会儿吧 再一会儿 罗侯便要苏醒了 圣诞铁手夏侯一进去了 那你不和我们一起去啊 其实要是和那个人相处久些 说不定你能苏醒的时间更久 若不能呢 不 倒不如不见 看着上下都能搬 玉遲哥 你觉得选哪边 这条 诶 看着上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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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在一起吧 融合 好恶心 而且你想多了吧 你又抓不到我们 你那两条腿都是摆上了 哼 何须我们来动手 这环神山内最多的就是不得超脱的怨恋 嘿嘿嘿嘿 在这里 石化会不断蔓延侵蚀 和我们融合就是你们的宿命 有意思 照着怪物所言 石若是因怨而生 那石轮功这谎言可真是骗了人间千年 哼 你看我做什么呀 我啊 现在又不是那石轮功的余夕 我与他们 也有笔账要算的 哼 那个 我们要么还是继续探查 哎 就别都在这站着了 被阻绝的通路 需要开启对应的机关才能通过 被阻绝的通路 爆竹? 不对 普通的爆竹可没法炸出这么条通路 难道是? 鱼翅哥 你想什么呢? 传说当年冥界千佛洞一带有个秘宝贼呼颜虫 常年穿梭于各类墓室之间 他有一独门技艺 便是擅置各类器具开绝墓室 什么啊? 忽颜虫? 这名人怎么有点熟悉 词黄种中以人于膏为竹 风尽不熄 水过不灭 燃千载而不结矣 这是长明灯? 这环神山那么多房间 却也没见过这灯 想来应是之前遇到那祥魔师带进来的吧 可惜 可惜 长明灯久然不熄 他却已作骨 风吹不熄 水浇不灭 还能熟上千年 又是个宝贝 机关镜的镜面 啊? 这么隐蔽的地方 藏起镜面的家户也太缺德了 别想那么多了 先把镜子拿走再说 被阻绝的通路 第二次 魔喝苏扎罗 俱厉皮射你 折纳西托也 佛罗尼索赫 罗尼索赫 七七十倍之风瘾 今日都能将你困住 你别是与这明界阔别太久记错了咒法 此非封印 只怕是陷阱 听听 有人来了 不曾想来一趟这环神山 用这个力量布下的陷阱 居然还抓住了你们二人呢 可真真是意外之喜 夏侯怡啊 真没想到 你竟还和幽黄聚一起来了 莫非 你这是忘了这幽黄 现今有了何人的记忆 与你何干 只是问问呢 你可别是费尽心思想带着记忆复活 却终究还是记忆不全 忘了自己是谁 夏侯怡 你到底是多年没出现过了 就算不是济史 那当初也是出名的邪道法师啊 没想到今日连神雀公一个记魂都没记全的斋女都敢如此嘲弄于你 你真是带着记忆复生了的 至少这脑中的记忆 看来这石碑上怕是有些秘密呢 看来这石碑上怕是有些秘密呢 不过 我也不急查探 毕竟玉池一行该有段时间才能到 我也不急查探 幽黄啊 你看夏侯怡继续耗费功力去解纳悲伤的封印 但你似就无用了 纳乌便先杀了你 你看可好 杀他你也配 杀他是我的事 圣女啊 黎幽姐你跑得也太快了 幽黄还有这个铁手 来人救你了 我用得着人救 你接着破此封印吧 剩下的这些 废话什么 你自己看着办 你与这圣女只二人 但我为你们不称 夏侯怡既是要维系那破封咒法 想必是一时三刻不得分神的 一人便以为能与五等为敌 圣女走开吧 这已经不是你的事情了 何必呢 我做什么与你何干 怎么办 现在什么情况 谁知道 反正先打了湛女才说了 是 应该是为了那个石碑 夏侯怡再解除封印 依依好想看看石碑写了什么呀 都出来 动手 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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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侯怡施法 石碑上记了什么往后再探究 而今仙之计 不可被他们先一步之想 我们先帮忙 哈 帮忙 真是 好大的口气 既然你这么说了 那就都留下来吧 老子这又落到哪儿来了 不是天书一作 也不是明界 夏侯怡 金童丫头 白头小子 你 你们 你们欺人太深 一次没完 还手上老子了 老子和你们拼了 唉 哼 你就没发现你又压着什么了 呃 现在怎么办 杀了 别动 臭脸心肺 幽静随生 原来是这样 这里才是入口吗 呃 什 什么意思呀 怎么感觉他们 都看明白了 你曾来过画荒的 你居然未发现此迹 倒是还重入幽城 舍尽求远 我当年寻得幽城入口 却终究不得见兵离 所以那于田国主及瑶姬做了交易 以夏侯仪之善 与皇府身之恶 换与这六十年不受轮回抵挡 我记得他 但你呢 细里连自己因何而生都不得为之的怨魂所化罢了 他和瑶姬都已丧亡在巨河善恶那颗畜生的波寻之相手下 又如何能保你至今 你以为弥兰娜巴的王魂为何会如此轻松地为明皇所得落在你手 你的附生不过是我丢给你的一碗残羹 所以 你究竟是什么东西 你有混沌的力气 怎么可能 当您入幽城最后的混沌幻力 夏侯仪啊 你真当我眼上之客无神无念 那些怨毒与诅咒侵蚀魂体时的彻骨寒意 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所以 你其实一直知道我是什么 是不是 你是自天地初创后 自无尽幽淫中诞生的第一个生灵 那你为什么要让我以为罗侯是我的父神 让我去找克盘 当年你说了什么你都忘了吗 游先生 你无须知晓 我 都是可怜人 看来我也该走了 哦对了圣女 你以为你真的能率领玄冥教吗 别忘了 他们 都是些挣扎着想摆脱宿命的人 你站住 哼 罢了 既然这样 我们就试试看吧 幽黄 父亲信中曾说他去幽城是为了复活我 幽黄所说的聚合善恶应就是为此 可波寻之相又何解 今日我等便是为世间除害 他什么时候拿的爆竹 妙手空空 莫非之前炸开通路和藏起镜子的人 真是多年前盘踞在冥界千佛洞一带的秘宝贼忽颜虫 照一一看未必未必 这牌子这么新一点秀迹都没有 没准是妙手空空的徒祖徒孙也不一定呢 对了我想起来这名字为什么这么熟悉了 一点红不是说他拜了护颜虫做祖师爷吗 没准就是他干的 啊一点红 他能有着本事 哦又是一个轴承 所以藏起镜面的人是想隐藏这个轴承 这次的声音和之前的有所不同 轴承摩擦的声音更久了一些 看来还应该有其他的轴承在环神山中 觉得通路需要开启对应的机关才能通过 看来那位前辈对机巧术也有了解 这东西有点像莫门典籍中提过的菩提伞 只可惜坏得太彻底了 喵 又是个不能用的宝贝 喵 神机车都落到这儿来了 又是爆竹又是神机车的 到底进来了多少人哪 幸好他们提前来过 不然 神机车都无法刺破外壳的敌人 凭我们几个怕是难以应付 是机关镜的镜面 喵 这么隐蔽的地方 藏起镜面的家伙也太缺德了 别想那么多了 先把镜子拿走再说 芸汐 你盯着点娃娃干嘛 我在听她唱歌呢 别 别听了 快走吧 果然是 还神顶 哇哦 上次那个顶有腰看着 这个没有哎 那我们是不是扛走 力能扛顶路朝一 阿洛 小心 诸生之死 皆由无超度往向彼岸 自然什么都没有 免啊 套铁 不对啊 套铁不是住在镜子里的吗 你怎么还从顶上长出来了 嗯 无缺有栖息于幻境之同族 但 但不意味着无足即生于境中 哦 那 你为什么也是半截的 是不是你们套铁都没有下半身 从未有圣灵 敢如此语无言说 古斑王之鼎千哉万哉 难得遇见个这么个有趣的活物 无一时 倒是不想誓尽而等运魂了 无想留而等性命 但这些丧魂的怨灵却是不怨了 干着就饕餐才行 否则他怕是会不断绕出这些怪物来 苍天不公 无耗万载光阴 才得以自那明幽界细间逃脱 还未见得明界珠般来 便被那女娲以神通束缚在这顶边 这顶旁什么都没有 只有孤独与饥饿 无强人欲念吞下魂灵而不是 只为了积蓄力量逃脱封尽 却在宫城之际遇见了你 等等 是女娲把你束缚在这儿的 可 将九鼎至于画荒荡振指的 不是皇帝吗 哈哈 皇帝 那所谓的神之约 不过是一场自鸣得意的欺骗 女娲怕是为了藏匿着鼎 皇帝却助了九一天尊剑 神之约 小时候看的那破本子上写的东西居然是真的 女娲把顶托付给了皇帝 皇帝却造了一把能回去九鼎的剑 看来 这冥界出现之初便已存于式的顶 当真与长老推测一般 作用非同寻常 喵 阎君 尔玉作深 尔玉作深 你话太多了 你 你 十轮之体 这段时间多谢你相助 王之鼎 我就带走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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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触摸真相 鱼 鱼齿哥 要不咱们真的回去吧 我越来越觉得吓人了 诶 鱼齿哥 鱼齿哥 别一会儿要看见过去的我来抢客盘 喂 别说这么不吉利的话 诶 这是怎么回事 你来了 是 你 你怎么会在 我一直都在这儿等着你 这是我的环宇 你是石轮仪轨里的那个 你说这是你的环宇 你构建出的是石轮宫 但我之前看见的这层分明是幽城 你不是已经知道了吗 幽城才是你 是我们苏醒之所 所以你进了这里才能进我幻化的空间 不过为什么是石轮宫 这得问你啊 这是你念念不忘的地方 可笑啊 居然之间 是因为无能 一步步走向终点 你不是已经看到自己放下倒叙书的那一刻了吗 你不觉得你又一次失败了 不管是为了什么 都失败了 知道是为什么吗 因为你没有力量 因为你缺失了一半 你缺失了我 但现在 这些都没关系了 欢迎回来 没啊 玉驰哥这是 成仙了 阿灵 别过去 他 不是玉驰 怎么不是 我就是他 他就是我 人哪 总有一天 得承认自己本身的样子 和自己达成和解 不是吗 比如你啊 那理由 幽银化物啊 为什么要为了一个人 仗着他人化作这模样 什 什么 变成这样也无济于事 为了他 值得吗 闭嘴 你看 那个时候你还没有变成现在的模样 你还有机会找到真正的自己 化作自己的模样 不需要这样活着 为什么要为了一段无可求的感情 变成其他人的样子 在这里 在这时光中 你可以回去 不再做 黎幽 请不练 托张 这个音楽 不练 不练 所以我总算是证明了我是我自己吗 你知道玉池一直惦记的鱼蜥不是你 是不是 你别胡说八道 你才代表不了玉池 是吗 但其实你真正惦记的鱼蜥 不是你面前的这位吧 你也不过和那个我一样 此刻只是在自欺欺人 不过既然你这么说了 那不妨就看看 现在你要怎么办 喵 鱼 鱼姐姐 这肯定都是幻象 别上当了 鱼汐 阿露 看那边 原本石轮宫里没有这个 我们不是在过去的石轮宫内 这里怕与别的什么地方交谍了 那些镜子估计是阵眼 先击破那处再说 哦 居然被你发现了 不过没关系 我还有时间 他们在保护那些镜子 看样子是猜对了 得去打碎镜子 你们不会成功的 时间的力量就在这里 只要挤满就会发生逆时速克 你看 我说什么了 哈哈哈哈 该死 早就知道这石轮宫轨是个祸害 我可救你 不过徒劳 啊 要是在这里偷走石轮宫轨 回去之后能不能用啊 魂剑相遇 一直 你就是我 我就是你 没有我你根本就还是那个无知无觉没有魂的人 人心生魔 人心生魔 我们正是以子而生啊 波巡幻境中有人心生出之魔 你是波巡 那我是 波巡 是冥界一世的暗 我们的父亲一直在摆脱暗的纠缠 这才诞生了波巡 他的一己私欲创造了无魂的人 我们苏醒 也是回归和继承 我们是一体 冥界一世的光与暗 玉琪 嗯 是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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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